嗨 男友们大家好 我是火凤凰 前两天种的这个长叶子的惠兰 叶片在一米以上 这两盆的叶片都已经被农所小院剪短了 就这一盆的叶片太长了 当时它像卷绳子一样的卷在一起 卷在一个盒子里头给我的 所以这个叶片朝一边倒都压在一起了 这叶片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光照比较充分 所以它的直立性还比较强 但是一到家庭养了之后 它就比较容易倒回 所以我今天简单地做一个支撑 先把它撑起来 也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花架子 把它撑起来 我去弄了几根这样子的树枝 然后把外面的树皮给剥掉了 剥掉树皮的原因是 棍子插到花盆里以后 树皮会发酵 也许还会萌生一些细菌 所以把树皮拔掉了 现在开始做这个花架子 做这个简单的花架子 用三根这样子的棒子 选择粗细差不多的木棍 然后长度也把它做成一样的 把木棍的一头削成尖的 这样沿着棚壁往下插的时候 比较容易 因为花盆里面的质料都是颗粒质料 如果你不把它削一下的话 根本就插不进去 美工刀特别利 因为是新树枝 所以削得也比较快 一会功夫就把三个削好了 然后找了一节铁丝 把铁丝窝成圈 圆的这种铁丝 尽量窝圆一点 铁圈搞好了之后 要把木棒固定在铁圈上面 我用一根毛线 这根毛线浓缩小院 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熟悉 用毛线把铁圈固定在木棒上的时候 不能一个方向的要交叉着绑 它就不往下滑 绑的高度也一样 这样擦到盆里头就比较稳定 绑木棒的时候 把铁丝分成平均的三份 每个点绑一个 大家看一看 这就差不多绑好了 然后我们把木棒子放到花盆里边 也是把花盆分成三份 每个点插入一个木棒 形成三足顶力的这种稳定的结构 把木棒插到底 插进去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要沿着棚壁慢慢往下扎 不能在中间扎 要在中间扎就会把蓝根扎坏 必须是沿着棚壁慢慢的往下扎 一直戳到蓝花盆底 然后调整叶子 简单的一个花架子就这样做好了 因为蓝花在刚种下去的时候 本来根系没有发挥作用 它就比较软弱 比较容易发粘 你如果不把它撑起来 它就会断 从中间折了以后 你再想让它直立起来 它就立不起来了 所以要防患与未然 制作一个花架子把它盛起来 当然网上也有卖的 但是新疆太远了 优费比花架子的价格还高 自己动手制作一个 虽然难看点 但是用着也是很好的 我们再稍微把叶片调整一下方向 让它看着更自然一些 大家看经过我这样折腾以后 叶片是不是立起来了 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看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请给我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您好 Bryan 是的 既然开始